大家好,这里是波波多娜 欢迎来到赚他一个亿第二期 FIFA2110月9号全网正式开服 我们在正式开服一周的时候 交易收益破了100万 这一期我就带大家看一看 我们过去的一周 都做了哪些跟交易相关的操作 首先是第二奖励 我们选的可交易的 这里选包还是选金币 要看自己的具体情况 一定不要选不可交易就是了 因为这些卡都没办法出售 不管你开出谁 都是一路贬值 这里有一点我们着重需要强调一下 FIFA21球员搜索是有bug的 我们这里拿迪玛利亚来讲 如果我们搜索起拍价是10万的球员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符合条件的球员 是在第18分钟 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个10万的条件删除掉 我们可以看到在18分钟之前 有更多的符合条件的球员 如果我们是要自己近拍球员 最好不要放最高近拍价 这个对于我们做交易也是有影响的 因为很多人都会放最高近拍价 这样那些人就会漏掉很多球员 所以我们在市场上减漏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 尤其是在各大奖励发放之后 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会 我们在上周五OTW发放之后 收了很多SBC的材料 从88到85都收了一些 那个时间段大家会开大量的卡包 所以这些SBC材料相对比较便宜 另外我们还收了第二周底价的周黑 OTW卡我们并没有过多的参与 毕竟我们现在的现金数比较少 只买了一张哈基米 星期一Score Battles奖励出来以后 我们收了将近20万的卡 周三的时候我们金币就回到了30万 如果我们收的卡全部卖完 我们的投入至少会翻倍 有的朋友问到底该收什么样的球员 自己收的球员为什么就卖不出去 收的球员是在不停的变化的 所以也很难讲我们具体在收那些球员 如果大家对比一下上一个视频和这个视频 球员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主要是游戏初期市场变动非常的大 原来值三四千的球员很快就掉到一千左右了 我们需要根据现在的市场做调整 原则上讲就是只收已经有人近拍到800以上的球员 这种才是有需求的 至于为什么有需求是SBC还是开荒 这个我们不需要知道 如果之前收的球员卖不出去 可以挂个一千以内的价格处理掉 腾出来空间和金币买新的球员 因为我们收的球员都不超过一千 所以这里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 贝尔相关的SBC出来以后 威尔士的球员每一个都能卖顶价 但是很可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时候 我们俱乐部刚好有四个威尔士的球员 每一个卖了五千 所以说EA出的SBC还是要密切关注的 我们不一定要自己做 但是一定要把自己俱乐部值钱的球员第一时间卖掉 另外这一周还出了一个关于银卡周黑相关的任务 市场上的银卡周黑都卖到了顶价 我们运气比较好 在市场上秒到一张两万的周黑银卡 做完任务以后三万卖掉 第二奖励发放之前我们收了三张一黑的凯恩 一张黑苏牙 奖励发放之后我们把它们出掉 账面上一张有一万多的收入 但是税也重 算下来一张凯恩不到九千 一张苏牙不到一万 赚的还可以 但是回报率有点低 不太适合本金比较少的时候 我们攒一攒钱 以后再多试一试这个方法 到时候我们具体讨论 大笔拼出来之前 我们出手了我们开到的弗雷德和英西涅 另外在大笔拼出来之前 我们还收了一些底价的普京球员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 主要是现在各种SBC的需求还太低 等SBC要求上去了 我们再讲一讲这个方法的思路和具体操作 下一步我们的计划 就是继续再补充一下SBC的材料 争取84以上的球员每样来一张 周日Score Battles奖励出来之后 我们还是要继续收卡 至少还是会入10到20万的小额金卡 这个能保证我们一直有固定的收入 另外下周欧冠开赛了 那些球队的底价金卡我们都来一张 有备无患 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点赞的朋友发大财 这里是波波多娜 我们下期见